對 我要教的是那個鼓的節奏 那基本上呢 鼓的節奏呢 它是由耳朵種聲音組成的 那你們 我今天教的是比較基本的節奏 就是 一個是高音 一個是低音 大家都用它的教材 有嗎 教材上面有寫的就是 比較基本的部分 好 就是大家應該看到那個 那個前面兩項 有寫低音跟高音 那基本上我們鼓最主要的部分 一個就是高音 一個是低音 那低音的部分通常都用大鼓來呈現 大鼓呢 就是好 我等一下再講的部分 那一部分是高音 對 那我們用這兩種 這兩種聲音 就可以做出很多種變化 好 那 要拿鼓的話呢 其實各個東西 只要它是一個平面 它可能有一個箱子 或者是 就是你有兩個不同的聲音 敲下來聲音是不一樣的 就可以當作鼓了 只要兩個敲出來的聲音 一個是高音 一個是低音 簡單舉例 你拿兩個一樣的玻璃杯 然後放不一樣高度的水 拿筷子去敲 那聲音不一樣高 就可以當成鼓來打 因為它一高音低音 就是全部都可以應用 你就把低音 當成大鼓 高音讓它小鼓去打 好 那接著 如果你平常無聊 你可以回到家看到你的衣櫃 就可以練習 通常 一個 一塊落板的正中間 就是它最低音的部分 就是大鼓 然後它的側邊 都是它的高音的部分 都是小鼓 風翔鼓 也是這樣的概念 它的正中間就是它最低的聲音 就是大鼓 然後它的側邊都是小鼓 就是比較高音的 只是木槍鼓有做一些變化 它音色有點不同 比較跟接近爵士鼓的感覺 好 那接著我要先帶大家認識一下 我們大鼓跟小鼓都會有個代號 那代號怎麼稱呼呢 大鼓的話 我會用圓圈 圓圈來表示它的符號 就這樣刷扣 是用叉叉當作蹦 對不對 那五圈圈 當作大鼓 我們稱為蹦 三角形 這是我自己人的話 三角形 是小鼓 我們稱為大 對 然後你們 可能有些人知道一些節奏 就可以蹦 搭 蹦 蹦 搭 就是 就是一個節奏 好 那接著呢 打鼓是什麼呢 他就是要用 兩種以上的聲音 當然一個也可以 你可以聽到一些那個軍樂隊嗎 他全部都是大小鼓 可是他也是一種節奏 對 那 只是我今天教的是用兩種不同的聲音 來 引造出來那個鼓的節奏 好 那接著大家看到教材下面 教材下面就是有很多 類似什麼 A1 A2 B1 B5 那些 有沒有 有沒有人可以看到教材 有嗎 都有喔 好 那上面呢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說 上面的牌子 就是幾排 每一個 每個 A1 B1 B2 那些 一排 一排 好 還有什麼其他答案 有的人說 我覺得這是兩排 之類的 好嗎 看得懂嗎 好 好 那沒錯 就是 Keyb Keyb 對 沒錯 這是一排 這是 我這個譜上面呢 寫的節奏全部都是一排的喔 那 待會 為什麼會是一排 待會我跟你們講為什麼 好 那 你們先看到 A1那一系列 那一系列 它上面就是 只有 就單純一個符號 一個 或是一個 然後 沒有做其他的符號 他就很單純 那一排 就是 或是打 一下 的意思 對 那 你看到 B 那個系列 他下面是不是有畫一條線 對不對 有畫一條線 畫一條線就是 原本的牌子 處理了 那你看到 B 系列 他沒有畫線 沒有畫底線 就表示 他原本是一排 對不對 讓你可能要畫一條線 底下多一條線 他的牌子就要處理了 所以 B 那一排 那一列 他那個系列 全部都是 半排半排 所以 B1就是 砰砰 是一排 然後 B2是 大大 這樣子一排 然後 B3是 砰 大 B4是 大砰 然後 B5是 砰 就是 他在半排的時候 才有一下 這樣子 OK啦 好 到這邊還可以理解嗎 那 我接著要講 復典 OK 我在講復典之前 先跟大家講 吉他 小心小心 是 沒有遲到的想 跟調部翻譯一下 就是 吉他的部分呢 你們要怎麼用吉他把 節奏拿出來 裝個箱子 好 吉他呢 吉他呢 呃 有沒有人捨不得打自己的吉他 有嗎 沒有喔 太棒了 如果有人捨不得的話就是 呃 他就跟幹部借機 還是跟我借機 好 就是呢 吉他是可以用大 然後 這一邊 吉他前面這一面 叫做面板 這邊 都可以打 對 你不要 不要 打太大力 就是讓他到時候 一樣這樣打 會剁掉 大概 這樣打 這樣打都還可以 OK嗎 就可以用水桃 那先去這張小股 對 那只有大股之一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呢 小股的話 就打側板 側板 那等一下我們會練習 就是大家就拿其他起來吧 對 好 就先是到大股跟小股的位置 對 每一個人打的位置 可能不太一樣 沒有關係 就是基本上 面板是打大股 側板是打小股 好 那接著我講 負點的部分 看到 C9 那一邊 好教材上面 C9 負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看到一個 C1 是不是 後面的一個 小點點 對不對 那個點點 就是延長 前面那一個 符號 他的 一半 那 前面那一個 是C1 第二個 那裡 是不是下面 一條平線而已 所以 他第二個 是半排 那 半排的一半 是多少 多少排 第2個嗎 4分之1 對 4分之1排 所以 所以第2個 是 2分之1排 加上 4分之1排 那就是 4分之3排 懂意思嗎 那 剛才有講過 這上面每一個都是1排 對不對 那 第2個 已經用掉 4分之3排 表示第2個 只能 4分之1排 這樣加起來才是 4分之4 就是1排 那第1個 檢查一下 這就是下面 畫2條線 後面條線 就是除以2 再畫1條線 再除以2 所以 1排 除以2再除以2 就變4分之1排 所以 剛好 加起來就是1排 那 C1要怎麼打 有沒有讓隊友 好 聽說好像可以加分喔 這個 等一下 C1 C1這個節奏 剛剛不是很容易 對 這個 加1分 對 有沒有讓強打 我數到3 我數到3 1 2 3 好吧 可以追敗 可以打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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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7 8 好 沒錯 就是這樣 他在1排裡面 他是這樣 他的速度是這樣 就是這個速度 5 6 7 8 好 動動 動動 他是在1排的 前面放牌 就把2下打完 後面 後面放牌是沒有聲音 還是動動 動動 對 很像C2一樣 對 好 那幫K1那一隊加1的話 1分嗎 對 因為後面會有更難的體育 好 那 C2 C2他的節奏 一模一樣 你們看那個 C2他的底線 跟那個護臉的位置 一模一樣 所以他只是把破換成他而已 就變成大大 大大 對 他就變成這樣 有 他都血管 好 那 C3 有沒有人要 搶答C3 C3的節奏 等一下 我數到3 這個也是加1分 那個差不多 好 我數到1 2 4.5 等一下再一次 1 3 3 好給你一個速度 5 6 7 8 好對 就是 他打字 這樣 5 6 7 8 這樣 動動動 動動動動動動 這樣子 他是動動 這樣子 你把一排切成四段 然後一排 然後它是第一個臉和第四個臉 這樣子 有的是 它是第一個臉和第四個臉 發出聲音是 動 這樣子 可以嗎 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好 那C是 它的節奏一模一樣 然後看節奏的話 就是看它的底線跟附影的位置 一樣的話 它上面換的話 就是把大國換成小國為例 對 所以C字就是大 這樣子 對 OK 好 接下來 會比較難喔 接下來就是第一 好 我在講 這系列之前 我先讓大家 先留一個概念 就是 我們啊 一個拍子裡面 如果它一拍裡面 畫的線條 就是你看它畫最多是幾條線 如果最多一條都沒有的話 它就是四幣子 四幣子的概念 就是它最小的單位就是 一拍就只有一個臉 一拍就只有一下 對 那 看到B9系列 B9系列 畫最多條線 是不是就 底線最多都畫一條 聽得懂我意思嗎 因為CD1 它最多都畫了兩條 對不對 然後B那系列最多是畫一條 它畫一條 是不是除以二 懂意思嗎 除以二 除以二的話 我們叫八幣子 為什麼叫八幣子 因為 一個小姐 四拍對不對 一個小姐四拍 對不對 就是大部分 我們現在都講華爾茲 華爾茲一個小姐 只有三拍 我講是現在 大部分流行樂 就是一個小姐有四拍 然後每一拍是四分音樂 對 那我們 我們 畫底線的話 就是一拍裡面 可以最多打兩下 因為 畫一條底線 它是半拍半拍 所以一拍最多可以打兩下 那一個小姐最多可以打幾下 可以20一次 把 拔下對不對 所以叫八幣子 懂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剛才四幣子 就是一個小姐 只能打四下 所以叫四幣子 那相對 它如果最多是畫兩條線 那我們就叫十六幣子 因為它第一個小姐 全部夠打之外的話 可以打十六下 它是 登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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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六下 對 OK 大家先有這個概念 好 那接著我會用擺到嗎 就是 很後悅 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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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提供